按理说这个时间点应该发布的是荣耀的V系列 不过今年却是数字系列连续更新了两次 年中的荣耀50系列到现在的荣耀60系列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系列的产品 但是我记得一个比较确定的事就是 当时这个荣耀50系列的销量应该是特别的好 以至于我跟常去的其他品牌手机直营店的员工聊天的时候 他们都是一脸羡慕的表情 说这个荣耀50怎么卖的这么好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这次60系列出来的特别快 从荣耀50到荣耀60居然都不到半年的时间 我们先来看一下产品吧 我这次拿到的是幻境星空的配色 它表面上摸起来是光滑的 但是眼睛看上去有很多的纹理 它拥有两层镀膜 蓝紫色渐变和镀银色底 不同的角度看会呈现不同的颜色 纵向三颗摄像头排列的也很规整 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这款颜值天花板呢 正面是居中的挖孔屏 而非常值得关注的是四曲面的设计又回来了 这个设计最大的好处就是从底边向上滑动操作的时候手感会更好 不过以前的四曲面经常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由于四面都是弯曲的 所以这个R角非常难设计 可能会让人觉得很突兀 而这次荣耀60 Pro使用的是第三代四曲面屏 各种工艺各种计算说实话我也不太懂 但总之结果就是这个R角处理的非常自然 闭着眼睛都能摸出来的设计 再来详细说一下这块屏幕 材质当然还是OLED的 120Hz的高刷屏 品牌应该是京东方的 但重要的是它的像素排列并不是周冬雨排列 而是一种之前没有见过的排列 但是是类钻牌的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好消息了 而且屏幕分辨率为2652x1200 高于080p 但是不到2K 为了方便我通常都叫它1.5K 由于OLED的特性会有PPI的损失 1080p显得不够锐利 而2K的屏幕除了成本更高 还会给手机的性能和耗电等方面带来更大的负担 所以其实1.5K是我目前认为比较适合手机的分辨率 而1.5K加类钻牌 也就使得这块屏幕的清晰度表现非常不错 而色彩调调方面依然是比较偏冷色调 性能方面 荣耀60pro采用的是骁龙778G加的处理器 简单来说就是对778G做了一个小幅度的超频 所以也算是老朋友了 相信大家也应该都比较熟悉 我们就直接来测游戏了 荣耀60pro是7系处理器机型中 首款支持王者荣耀120帧的 不过120帧不能和极致画质同时开启 我们就选到次一档的高清画质 实际测试居然可以稳定在120帧 这个真的让我感觉到非常意外 其他的游戏我们也简单看一下 和平精英最高支持HDR画质和超高帧率 也就是HDR40帧 实际表现肯定是没有什么压力 全程满帧 英雄联盟手游最高支持到超高画质60帧 实测也是全程满帧 而要求比较高的原神 我们选择默认的低画质 可以稳定在50到60帧之间 而即便是调到最高画质 大部分时间也在40到50帧之间 表现应该算是很不错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电池部分 我个人感觉4800mAh加66瓦的这个组合 算是非常合理的一个搭配了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这个机身的重量是192g 塞下4800mAh的电池也是挺不容易的了 荣耀60标准版好像是179g 也是4800mAh 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 再加上778G本身功耗就比较低 所以可以预期它的续航表现应该会不错 我们实际测试了一下 屏幕的亮度调到一半 即便是高精画质120帧玩王者荣耀 一小时耗电也仅为22% 而如果切换到60帧 耗电则只有16% 拍摄4K视频一小时耗电20% 看短视频一小时耗电仅仅8% 而快充方面 它使用的是66W的快充 它这个充电头的体积非常的小 我给大家对比一下 这个是其他品牌的一个55W的充电头 比它还要大很多 实际测试15分钟充入50% 充满电一共耗时41分钟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拍照方面的表现 荣耀60Pro使用的是1亿像素的主摄 我简单拍了一些样片 大家看一下 1亿像素最大的优势当然就是清晰度更高 不过很多人可能还是不知道 高像素模式并不是默认的 它的默认情况下是像素九合一 换掉下来也就是1200万像素 而如果想要获得更高的清晰度 需要在这里手动调整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普通模式和高像素模式 在清晰度上的差别 不过在高像素模式下就不能变焦了 另外大家可以注意到 在高像素模式下可以切换广角镜头 那是因为这次的副摄像头采用的是5000万像素 也是挺少见的 普通状态下像素四合一也就是1250万 大家同样可以对比一下区别 其他的样张我也都分别标注了场景 大家可以简单的参考一下 广角镜头可以自动支持超级微距 然而以上这些都不是这次荣耀60系列的最大卖点 这次最大的卖点在于这颗前置5000万像素的摄像头 好像从来没见过前置给这么高像素的 而最重要的是 这款手机是非常适合用来拍摄vlog的 大概的形式就是类似于我现在这样 面对着屏幕说话 一边说一边拍摄一些内容 分享一下我的生活等等 而荣耀这款60pro的手机 可以说是给了我们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把模式切换到这个多镜录像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一个叫做隔空幻镜的功能 我们先把它切换到自拍的模式 大家注意看 我把手抬起来 这个时候屏幕上就会出现一个手的图标 刚才这个举手的动作 大家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标记 荣耀把它叫做give me five vlog开拍 这个前置镜头会一直监测我手部的动作 只要发现了我这个举手的动作呢 就是我需要下达一些指令了 比如说我举手并且不做任何其他的动作 就是倒数三秒开始录制 然后我举手 然后翻转一下手腕 就是前后镜头的切换 现在呢就直接切换到后置镜头了 然后我再举手 再翻转 它就又会回来 这个过程呢其实非常的流畅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反应非常的迅速 还有我举手 然后握拳 它就会变成这样的大小窗模式 然后我再举手 再握拳 它就会关闭这个小窗模式 然后在拍摄的过程中呢 我只要举手 然后比出OK的手势 它就会自动停止录制 在我看来啊 这个功能呢 可以说是把AI技术用到了极致了 并且它的这个手势设计都非常的自然 比如说是抬手 然后翻转手腕 切换前后镜头的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一点都不会觉得突兀甚至感觉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你就直接把它保留到正片里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这些功能我觉得啊 对于经常拍Vlog的小伙伴来说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另外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它的收音效果 反而使用荣耀60 Pro这款手机直接收音的部分 我都会标注出来 而没有标注的部分呢都是用的这款Mac风来进行收音 大家可以自己对比一下 测试部分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其实要问我个人的一个感想就是 荣耀做手机和其他品牌的思路完全不一样 其他的品牌呢都是非常重视硬件参数上的好看 而荣耀则总是在下面这两个方面花费更多的精力和预算 第一方面是非常重视产品的外观 如何配色 用料如何 是否能让人看第一眼就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手机的整体轻薄度如何 和握持感好不好 第二方面是在软件层面的使用体验如何 又增加了哪些实用的功能 能否很好的利用到这些年最火的AI 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 应该说这两方面都是消费者能够最直接感受到的内容 而所谓的跑分高一点低一点 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说可能真的是感受不出来 一句话总结就是重体验轻参数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帮忙点赞评论转发什么的 也欢迎来各大平台关注我 ID都是BONJOUR呼呼 感谢大家的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